这里有一个区别 我一直在想考试跟 平时做练习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在于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必须是完全隔绝掉 除了考卷上的资讯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做 但是做功课还是怎么样都好 你其实还是可以翻课本 或者是求助于其他人 所以在考试来讲 它还是比较客观的 可以让你知道 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那同时 卢卡斯也打算就是 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 一个情况对不对 可以可以 那我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那种很先进的教育者 尤其在马来西亚 他会用 就是他会跟你讲说 我们你看你刚刚 卢卡斯你不是讲说 你因为考试 所以你被迫读书吗 我就是不想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就是不想要让我的孩子 或者是下一代 是以一种被迫的方式 来进行教育 我要让他们快乐 我要让他们有一个 很美好的童年 我可以理解这种状况 但是我必须讲 这种快乐教育的理念 它是源自于哪里 它是源自于 很像瑞典 还有芬兰这样子的国家 这种国家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 非常左派的 非常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头 它的福利体系的制度 非常优良 而且重点是 它的国家 长期的教育下来 导致就是 它强调每一个人 要做一个好的公民 要做好的人 它强调是尊重每一个人 左派国家 所以 这样子的快乐教育的制度 能够在那边实行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根本不在意 你在接受完 整个教育体制之后 你是否成功 它不在意你是否成功 它在意是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好人 因为我们 他们的社会容许你不成功 他们社会的包容度很大 就是哪怕是说 你今天没有一个 很专业的学科知识 或是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技术的背景都好 你在那个国家当中 你去做一个小厨师 或者是一个 小司机也好 你依然可以活得很有尊严 你依然可以 因为它的福利体系保障的 就是对你个人来讲很好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 是马来西亚准备好了吗 马来西亚现在的状况 跟他们一样吗 当然是不一样 马来西亚这个社会 坦白讲还是很功利的 就是带有那种非常旧色彩的 你不成功 可能你要去做别人的女婿 你没有房没有车 人家都看不上你 可是在北欧国家 左派国家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可能我们的教长 就希望用一个这样子的改变制度 就有小朋友那里做起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功利的部分 可以减缓一点 可能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是反过来讲的 就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先改变 我们的教育制度才有能力去改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如果 让一个学生接受快乐教育之后 坦白讲接受快乐教育的代价 其实就是他的学科跟知识能力 相对的弱一些 会鼓励他去玩音乐 玩艺术这样子 那坦白讲他出来之后 发现这个社会跟他所接受的教育环境不符合 谁来对他负责 所以这真的是 这是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辩论的 因为可能说这小孩子会大的嘛 他会成为人家的家长 到时候他也希望他的孩子 可以接受这样的教育 这样子我们整个社会就得以改变了 这样子讲也对啦 我觉得 但是还是对我来讲 还是要一代一代慢慢来 而不是直接把它丢到 马来西亚这种 这么可怕的社会当中 如果是在眼中的马来西亚 真的是很 我觉得很大差别啊 你是很觉得我们的这个怎么讲 整个社会的怎么说 价值观 你是非常有意见的是不是 肯定啊 在马来西亚哪里容许你去玩艺术 哪里容许你去不成功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功利的社会 尤其是我以前在韩国留学的时候 我的室友三个都是 三个都是外国人 一个是Belgium什么 比利时 比利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芬兰 然后从他们的语 就是跟他们聊天还有谈话 就可以理解他们的社会现象 完全跟我们不一样 就真的是这样子 好 那我马上脑中又扶起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 香港 那种香港的朋友听到这一段话 都感觉 那我们的社会怎么办 他们也是想你有考试的 就一你两次的那种 你说功利的话 我必须说我自己的看法啦 就是香港可能真的比马来西亚还要功利太多了 这样子 OK 待会儿回来呢 卢卡斯还会继续跟我们关注其他的主题